登起 進到山區裡面其實與城市距離開始遠 你就得到一個比較壯麗的景觀 我想任何人來 第一次進到台灣的高湛世界 大概都會有這樣的衝擊力 為什麼要開始爬山 因為退休了 都做了很多時間 然後2013年帶小孩去冰島 做了一個比較長時間的 hiking跟旅行 所以買了很多戶外的裝備 既然退休了又有這些裝備 就從大概2014年開始爬台灣的高山 我安靜的待在山裡面的某一個角落 或者是地方的時候 我都覺得周邊的環境千變萬化的在 展示著它的很微小但是很精緻的生命力 所以我每次進到山裡面 當然每一個人體感不一樣 我都覺得山裡面有各式各樣的生物 在跟我說話或者是交換他們的情緒 就是說對我這個年紀來講 我其實我在山裡面爬山 我從來沒有征服的意願這樣 我是希望多待在山裡面 在各個空間看山 不管它的植物 動物 礦物 或者它的空氣 雲朵 氣流 陽光 或者陰影 它都可以給我一些非常抒情的存在感 所以我很享受這個 所以我在山裡面我可以耐很久的時間 然後我也很細微地在關注著周遭世界的變化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生活魅力 我一直不斷想要上山 是我在山下在城市裡面 我都很想逃離那個空間 但是在山上你就很喜歡待在這裡 就不想離去這樣 那北河歡山是一個 它在台灣的高山裡面 它具有蠻特別的位置 第一個 它離公路非常近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從公路的世界 進入一個高山的身體經驗的世界 它前面1.1公里要爬升400公尺 也會讓你的身體產生對高度的認識感 但是它又不至於磨難到你會完全的崩潰 北河山有3400多公尺 它是荷歡群峰裡面最高的老大 然後它的周遭視野非常廣闊 所以周邊整個中台灣的山群一目了然 那那個山裡也是一個寬闊的平台 所以那我在想說 我們是應該坐著一個登山的椅子來讀書 可能大家比較能夠耐得住寒冷 我們絕大部分的人不曉得怎麼面對山 然後也不曉得在山前面怎麼樣有一種進入的路徑 可以讓我們在世界山樂文學裡面所接觸的那種 山樂的動人心弦的那一面 也可以跟自己勾上聯繫 因為你人過中年了 所以你也對你的人生會有一些舉腳跟思索 所以目前現階段我是蠻喜歡待在山裡面 希望每個月都能夠上山待個十天吧 這是我希望 只要有機會去接近山我都很願意 我現在原則就是離開城市 然後待在山中 這是我最大的人生期望 讓自己的生命開始走上一個 連自己都會覺得意想不到的路 這件事是那麼樣的迷人 那麼樣的性感 所以最終把你帶到山的前面 好看